在嘉义县奋起湖的老街 人潮涌动的周末原本是做生意的好时机 但是因为缺水 餐饮业者只能到山下运水上来 既无奈又心酸 餐饮业者表示 如果持续干旱 不排除周一到周五歇夜 只在周末营业 但对于民宿业者 到山下运水的方式 也无法满足用水需求 只能贴出暂停营业的公告 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有营业了 现在还没有水吗 没有水 没有办法 什么时候会来 不知道 有这些水都是我们 乘工去山顶栽水这样栽楼的 不然真的 人家就在洗厚枯 就都没什么洗厚枯 三四天才洗一次厚枯 受汉勤影响 台湾南投县日月潭水位持续下降 码头集装已显露出来 另外被游客视为潭区水情指标 也就是日月潭知名景点的九蛙叠像 近日九蛙全露出 目前正在新建的日月潭水上自行车道 也因为水位下降 材料搬运大受影响 工期被迫延长 台湾媒体报道称汉勤严峻 包括阿里山南投均已传出 今年春茶孔零收成 清明假期将到 各地也陆续传出用水告急 有些村落甚至发生墙水争端 出现新建议 速度 底继续 本来 公子